我來看一下,我準備一個簡單的簡報 第一個就是我們的這個題目 然後講義部分的話,因為我採無止話 所以我有把它貼到訊息裡面 待會如果你要得到上課的 包含就是說有一些畫面、公示、還有VBA的程式碼 因為程式碼有些部分可能自己打容易出錯 所以有一些我會把它放在網路上面 你們只要記得這個網址可以 或者直接從訊息,從我們的這個系統旁邊 我剛剛有把它貼到那個系統的訊息,你們找一下 然後就可以直接找到這個連結 因為它是ppt.cc的網址 然後連結進來的話就是我們今天這個範例 當然也是結合一個時事 因為最近的話,因為要選舉到了 如果你想知道台北市市長到底做哪些事 這八年來呢,他到底有沒有對於這個 這個治安有沒有做一些改善 當然我上課的時候就想說找一些實際的案例 因為剛好政府的開放資料其實還蠻好應用的 所以我就拿這個來練習 那最後的話,待會會會demo一下 其實主要最後 我希望做出來類似像 第一個,總共會有五個按鈕 OK 那這五個按鈕實際上也是利用 E-Sale裡面的VBA完成 那當然你如果剛開始不太知道說要怎麼做 OK 我們其實也可以先從 比較基本的E-Sale函數開始來做 然後做完之後你可以再把它轉成VBA OK 那我再demo一下 第一個就是 我原始資料的話呢 基本上 它只有A欄應該到F欄吧 那我們其實增加了有幾個欄位 包含就是年的部分 跟那個區的部分 還有陸接到的部分 因為我主要假設 我想要知道說到底歷年來 這個切套按鍵到底是變好還是變不好 那當然我們可以從數量 大概可以看出一個大概 那當然數量越少 相對的那個切套應該改善的狀況越來越好才對 那第二個是說呢 到底我哪一區的切套按鍵呢 到底是最最多 OK 然後其次的話是哪一條路 或哪一條街 或哪一條道 它的切套按鍵是最多 比如說像這三個問題 當然三個問題 如果需要做樞紐分析的話 那當然第一個 你一定要先有那個欄位 那沒有的話怎麼辦 把它變出來 所以其實年的部分 其實我是透過原來這個發生日期 把它的前三個字抓過來 OK 然後另外的話 區的部分呢 是根據地址 因為地址裡面其實也有區 區的第四個字取三個字 所以用MID函數 把資料切過來 那路接到就比較複雜一些些 因為這個資料的話 基本上就是 它的前面這個字 可能是區 也有可能是0 也有可能像這邊有個0 也就是我要取的資料前面這個字 可能的狀況至少會有三種 好像後面還有資料是刮糊的 OK 然後呢 它尾巴這個字也有三種 就是可能是路 可能是街 可能是道 那我要怎麼樣可以剛剛好 可以把這抓過來 那這個是比較困難一些些 也就是前面那個邏輯需要有三種 後面那個邏輯也要三種 所以剛好如果你用Excel的函數 你可以用那個什麼 用一個是phine phine的話是phine這個字的位置 另外配合一個叫ifl的一個函數 找找看 如果找 因為phine如果找不到 會回傳一個錯誤訊息 就是僅value 那用ifl可以抓到 到底有沒有找到 如果沒找到 那就繼續再找其他的字 所以你可以先找0 找不到再找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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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次後面這個也是一樣 找不到接再找 路再找到 其實如果你知道前面跟後面 在用mid 一樣可以把資料取出來 那當然第一個 我們需求第一個 是年跟區跟路接到 那接下來的話呢 我們就是要把它變成 樞紐分析的表跟一個圖 所以我這邊的話 等於是把它整合成一個按鈕 按下它的話 自動幫我把歷年的切到按鍵 把它秀出來 那這一邊的話呢 基本上 就是樞紐分析表 OK 然後這一邊的話 就是樞紐分析圖 那也就是說 如果你將來希望那個報表 放哪個位置 其實你是可以指定的 而且一個工作表 不是只能放一個報表 但你可以放很多個報表 那圖也是相同的 你可以想說 你要放在哪個位置 那位置的話 基本上是抓那個左上角這個坐標 那寬的話呢 基本上我這邊是以幾個欄位的寬 比如說一個欄的寬 大概是這樣的 那我要10個的話就到這個M欄 那高一樣是幾列高 那如果我要幾列 我就乘上20 就20列高 或者幾欄就乘上10欄 就是乘10就對了 OK 那這個部分的話 做完之後 當然後面一樣 我可以再切回來 這邊有按鈕 然後按下這個 就各區 就是到底哪一區的切單鍵比例最高 OK 然後我們就各區比例圖 然後這邊就出現了 那這個圖 當然最後我是有把這個炸開 因為其實通常 如果一個圓形圖的話 如果你要凸顯 某一塊比例的話 通常會把這塊 這塊有點像一個柄 把這個柄給往外推 那推的這個動作 其實就炸開了 英文意思就是expulsion expulsion的話 後面給一個數字 比如說這個 往外推大概10 它就會推出 那當然數字越大 推出去 當然相對也就越多 OK 所以 第二個圖大概就長這樣 這個也是樞紐分析表 然後樞紐分析圖 OK 其實在Excel VBA裡面 程式並不多 當然如果你不會寫的話 其實還有一個方法 用錄製聚集的方式 所以如果假設 你這個 要 產生這個程式的話 基本上不需要 花太多力氣 那甚至我會把那個 相關的程式碼 會放在雲端上面 所以如果假設你怕寫不出來的話 那至少你要會用Ctrl C C Ctrl V的話 基本上應該可以達到 我們預期的 只要你貼對地方 那基本上你就可以run 出你要的結果 最後的話就是這個 路階道前十名 那我是做成直條圖 把那個前十名的 列出來 那第一名的話 中山北路 第二名的話 內湖 宗孝東等等的 把它列出來 那這個原理跟前面一樣 差別只是說這個圖是 直條圖 而且直顯是前十條 道路的一個 竊道的數量 OK 那數量用直條圖 當然相對是 表現是比較 能夠表現出我們要的數量 OK 好 那大概跟各位說一下 今天大概只 因為今天只有兩個小時的時間 那要把那個 這麼多東西講完 其實是有點困難 所以我們就挑重點 所以今天呢 你這個聽完這場演習的話 基本上會學會哪些東西 當然第一個 可以把資料爬下來 這個我爬 我剛剛沒demo 爬下來之後呢 自動增加三個欄位 所以按下它 它會先從台北市的 server 上面下載資料 然後並且我們手動 程式裡面就加了三個欄位 然後並且把這三個欄位的結果顯示出來 這個是第一個按鈕 第二個按鈕就是這一個 第三個按鈕 第四個按鈕 那最後的話呢 當然你如果 想要把前面產生的圖報表刪除 留下原始資料的話 那這邊還有一個按鈕 就是刪除除了資料這個工作表以外的其他的工作表 所以今天大概能學會的兩個小時 大概我大概預估啦 不過這應該已經算是蠻極限的 因為說真的這麼短時間 要把這麼多東西講得透徹 講得清楚 其實倒沒那麼困難 沒那麼容易啦 OK齁 那大概先講一下 那接下來的話呢 我大概用簡報的方式 說明一下 那大概我教 我將教這個課程 有關Excel VBA 當然這也有一點 是我自己以前工作經驗的分享 那因為這樣的關係 在網路上常常寫一些部落文章 所以就應邀到一些業界 然後推廣中心去教說這方面課程 後來我發現大家的需求最多其實就是 希望提高效率 那提高效率 最顯著有效的就是把工具 那哪個工具最常用的 然後就Excel OK 所以你Excel會用的話 基本上齁 就可以解決很多 那你說你需不需要再去學Python 其實倒 這個當然因人而異啦 你假設啦 你的工作內容其實並不是 主要是寫程式的 那你學Python或學Java 恐怕你將來用到的機會並不多 那可能你的投資的CP值其實也當然相對不高 我反而建議你可以把這個VBA給學好 可能相對的用到的機會反而更多 那主要原因是因為 Excel一打開 那你每一台電腦都有開發人員 你就直接在這邊寫 這邊有錄製聚集 也有插入那個按鈕 那這邊就可以搞定大部分的工作需求 那你當然 當然我是建議你不見得一定要捨盡求援 所以這可能還是因人而異 這個我是個人的想法 但如果你有其他的想法 你也歡迎可以留言讓我知道一下 是不是目前用的 每個人程度都提升了 哇!Python已經寫的嚇嚇叫了 那如果你是這樣的話 那你也許你就用Python來寫 倒也是無仿 那我只是分享說 如果假設你是 大部分你的需求是蠻簡單的 而且大概 Excel其實就 祝福你工作需求的話 那我覺得這個今天的課程 可能相對是比較適合你的 但如果你是 已經是程式的高手的話 那我建議你也許用Python 倒也是一種選項 那目前呢 我看一下那個 這個電腦暢銷書排行榜裡面 目前好像最暢銷的 似乎是透過Python 去處理Excel相關的事情的書籍 好像賣的都特別好 所以顯見是有這個需求 那實際上那個內容 其實就是我們現在要做的 只是差別是它是用Python 那我們用的是VBA 那這兩個程式語言 其實我自己都有在教啦 所以其實我這兩個課程 我當然也沒有說哪個好哪個不好 ok齁 那接下來的話呢 這個我相當相關的簡歷 那目前我在我們學校 這樣講這個Excel之外 其他地方也這個也有受一些 其他相關的課程 剛剛提到的齁 那並且我有業界的很多的經驗 那目前當然也有在各單位 在幫忙講授相關的課程 大部分還是經驗分享啦 因為我覺得很多時候 可能對一般人來說 要了解一個技術 並不那麼容易 而且更何況要有系統 然後抓出要領 我覺得這好像你們比較大的罩門 那我後來發現我的存在的價值 就是因為我相對可能比較經驗一點 我乾脆幫你整理好 告訴你這樣做就ok了 應該可以讓大家節省很多的 就是走那個冤枉路啦 ok齁 就抓要領嘛 沒有說真的齁 城市其實 太...這個領域太大了 那我是覺得大部分人不要那麼辛苦啦 有的東西其實你這輩子都用不到 你幹嘛把那些知識都學會 你學了之後都用不到 那學的等於有點好像太多餘了 倒不如找到那個 你應該去學習的重點 ok齁 那這次我相關的證照 因為我剛剛有提到 Python啦 或者是說Power BI啦 或Excel 這些其實都是我的專長 那之前當然也有講過 掌受其他的電腦相關領域的課程 其實我大部分都有設列 ok齁 好那接下來的話 我們再來看一下 ok 這個簡報好像我關錯了 我好像抓到那個另外一個班的簡報 那接下來的話 我們就直接來看一下 就是說 我們今天要講的要點 那其實在講義裡面 其實也有提到 我剛剛提 那所以呢 我們待會要做的練習 我會先從簡單 再到複雜 那簡單的話 第一個 我們剛剛秀的這個結果 裡面有個爬蟲 不過呢 如果現在我們還沒講到爬蟲 所以你們先找一下 這個資料來源 基本上 我是利用那個開放資料 所以呢 你們待會請各位在Google上面 搜尋一下 關鍵字呢 你就找那個開放資料 開放資料 開放資料的話呢 這邊 那你會找到那個開放資料裡面的話呢 裡面呢 如果我要找切到相關的 因為其實我 你輸入之後的話 這邊就有第一個就是開放資料 平台 那點擊進來之後的話呢 當然因為這裡面的資料量非常龐大 如果你看一下全部的資料 你可以大概知道 那它的數量 它這邊都有刮戶啦 中央地方 甚至是常用的 那還有其他的服務分類啊 甚至你可以按照檔案類型 那你可以看到 以目前的這個檔案格式來看 最多的其實還是前三類啦 前三類的話包含就是CSV 大概42,303種 Json的話呢 13,813 然後XML GG4 那目前來說 這邊加總起來 我想應該數量在 應該有七萬個吧 OK 那每一個的話 其實就是一個 這個 政府 它的某一個 某一個 這個算是什麼 工作內容的一個 一個Data 但是這個Data 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就是說呢 它部分呢 就是給你Raw Data 那這個Raw Data 如果你假設沒有能力 去把它稍微做一個 統計分析的話 那你沒有辦法看到 看出這個資料 背後所代表的意義 比如說呢 我們舉個例子 開放資料你們待會 可以找到之後呢 在關鍵字裡面輸入那個 叫切到好了 假如我希望了解這個 比如說那個 切到案件 治安方面呢 到底哪一個縣市做得最好 那當然我按Enter的話 你可以找到 目前可以找到相關資料 當然 不是每個縣市 都有放這個資料上來 所以呢 你可以找到 目前可以看到 像台北市 像桃園市 或者是其他縣市 你們可以自己有興趣 可以再了解一下 那其中我們是 以那個台北市的住宅 切到點位資訊 當成練習 所以你們你可以先抓這個 然後旁邊會顯示說 它是什麼樣的格式 CSV 那CSV是最多的 而且其實相對 其實也算是結構最簡單的 那其他如果各位 未來對爬蟲有興趣的話 不妨可以再了解 如何抓取json 如何抓取那個xml 那當然呢 你用python來抓 絕對沒問題 那VBA怎麼抓 這個可能就會 需要再了解 那當然我 因為今天兩個小時課程 真的我只能濃縮再濃縮 所以我只能講一下CSV 那json或者是xml 如果各位有興趣的話 歡迎各位 可以到那個 我的那個 youtube頻道上面 去找找 其實我每個 每個禮拜其實都有更新一些上課教學 那最近講的其實就是 像json 和xml的資料 那再來你可能 除了CSV json 跟xml之外 那再來就是html 所謂的html 其實就是這個網頁 背後的語言 那你很簡單 按右鍵 你可以檢視原始碼 原始碼其實就是html ok 那也就是說 如果網頁裡面的資料 你要爬取的話 那當然你第一個 你就要了解html ok 那其他我想我們先從簡單開始 那第一個 請各位找到 這邊有一個資料下載來源 它欄位總共有幾個欄位 總共五個欄位 然後它的格式是CSV 那旁邊有個檢視資料 你可以把它點選 那你可以看到呢 它的編碼格式是big5 ok 所以如果你是big5的話 你直接用Excel開是ok的 可是如果你編碼格式 假如是UTF8的話 那你假如用Excel來開啟的話 那它會就是亂碼 所以如果假如 你那個下載的時候 你注意一下 那個編碼格式 因為我們這個是big5 所以等一下下載開應該是沒問題 可是如果是UTF8 如果你要正確讓它顯示的話 那你就不能直接用Excel開 因為它下載的即便是CSV 如果你要不是亂碼 那恐怕你要用Excel裡面有一個功能 叫做資料 從CSV這個功能 也就是說你下載完之後 再利用資料從CSV 去把那個檔案給找到之後 再把它匯進來 那它會多一個功能 就是你的那個檔案 編碼格式是什麼 你可以去選 你選UTF8 那它就正常了 這個待會如果有時間 我們再示範好了 那首先請各位先幫我下載這個檔 然後做出剛剛講的 插入三個欄位 因為這邊有顯示出來 這邊有一個敘述 也就是你先人工的方式下載 然後再插入三個欄位 分別是年、區跟路、街道 所以這個是結果 我把它先關掉一下 那我們先把這個檔案先下載 那下載完之後 這邊會出現在下方 當然你可以直接把它開啟 但是如果我剛好提到 如果假如它不是big5的話 那你可能就是要用那個 那個資料裡面的從文字 斜線csb去把它找到匯進來 那差別就是說 我看一下 差別就是說它會跳出你的語氣 所以我剛剛下載的東西 比如說我這邊這一個 那差別就是說它會先跳那個 檢查一下你的語氣是否正確 有可能是你出現的結果 因為我們現在是big5 是ok的 可是如果相反的 如果假設它出現的是UTF8的話 類似像這樣 可能你編碼兩個match的話 那有可能是亂碼 那亂碼怎麼辦呢 你就直接把它改成big5 它就會恢復正常 這個可能要稍微再注意一下 好那我們這個 我先把它取消 因為畢竟它直接開就ok了 那打開之後的話 首先你會遇到第一個問題 這裡面呢 我要做那個樞紐分析之前 那沒有所謂的對應的那個欄位 比如說我今天第一個問題 我希望解決 請你告訴我歷年來的那個切斷按鍵 到底是多還是少 所以如果我假設我希望產生的第一個圖表 就是歷年切到折線圖 幫我分析一下 而且歷年的話 其實大概就是它的資料好像從104到111年 所以我想要知道這個結果 左邊是樞紐分析表 右邊是樞紐分析圖的話 那我應該怎麼做 所以第一個我們先把資料先下載並且打開 那第二個的話呢 我如果需要什麼樣的這個分析 比如說有個keyword就是歷年嘛 所以歷年的話其實我們需要有什麼 有年這個欄位 你才有辦法做統計分析 那跟各位講 以後如果你們在使用樞紐分析表的時候 有一個我覺得還蠻好 蠻好記 而且的一個關鍵的方式 我個人習慣上 如果我要做某一個資料的這個樞紐分析之前 我要先確定說呢 我有沒有這個欄位 如果沒有這個欄位的話呢 那當然你要你就是把它變出來 你再去樞紐分析 這樣就ok了 那這樣其實蠻簡單 當然呢 樞紐分析表裡面其實還有什麼計算欄位 不過我覺得那個蠻難用的 而且很麻煩 我倒不如這樣比較直覺 就是你要做什麼樣的分析之前 你先要確定說有沒有那個欄位 比如說歷年 好年有沒有這個欄位看一下 好像這裡面沒有這個年 但是沒有年可是有日期 所以呢如果沒有年有日期 沒關係你可以把這個欄位的資料把它切出來 這樣也ok 那其他可能會遇到就是說 他可能要不就是把資料分出來 遇到蠻多就是分出來比較多 另外一個就是說那個欄位 比如說他要日期 但是他只有年月日 那沒關係你把年月日把它怎麼樣 合併起來 那就會有個日期了 所以其實未來會遇到的 不外乎就是資料的分 分開來 要不就是資料的合 合併 分分合合而已 ok 所以呢首先第一個 我們就先在第一欄的地方 先選一下整欄 然後按右鍵 插入一個欄位 這個欄位名稱叫做年 你直接在上面輸入好了 年 那我需要這個欄位之後的話 接下來我就是怎麼樣取前三個字 那最簡單的方法當然你要插入這個函數 這個函數 然後找到 因為他我們是把它當文字來處理 所以你找到那個類別裡面用文字 那一般習慣呢 我會用文字類裡面的left 所以你找到L開頭的一個left函數 那跟他講說呢 我的文字在這個地方 然後呢我需要他的前三個字 所以輸入3就可以了 那這個時候呢 那各位可以看到 就是 第一個參數是test 所以你會發現 其實他原來的資料是數字 因為他靠右對齊 可是你會發現 因為他這個函數是labs 是文字類函數 所以他其實默默的幫你做了一件事情 什麼事 就是把數字先轉換成文字 因為前後有雙引號 然後呢把它當文字之後呢 再取得他前三個字 所以得到的話就是103的文字 OK 特別注意喔 為什麼要特別強調文字還是數字 因為將來你書紐分析表 要統計分析的時候 如果形態不正確 或形態不對的話 得到的結果一定也會不對 也就是說那個欄位如果要計算的話 比如說你要加總 那你記得一定要是數字 如果假如你看到的是文字 那他一定就是沒辦法幫你做加總 這個可能要特別的小心 因為發現很多人在使用書紐分析表 其實沒什麼問題 但是就是形態常常搞錯 那搞錯之後結果一定是不正確的 尤其是文字跟數字搞不清楚這件事情 這個我覺得是一個還蠻大 需要特別特別注意的點 所以我特別提出來 那怎麼會知道是文字還是數字 其實你可以做慢一點沒關係 你可以觀察一下 進來的資料 它會在這邊讓你顯示 出來的資料103 那你按確定之後的話 它會自動顯示 那另外還有一點就是說 它如果得到了這個資料 它是靠左對齊的話 如果靠左對齊的話 跟各位講它一定是文字 那如果它假設靠右對齊的話 有沒有像這個發生日期 它靠右對齊 那它就是什麼 數字 除非說你自己去把它更改它的對齊方式 不然的話 它的那個型態其實也會用對齊方式讓你知道 它裡面到底放的是文字還是數字 這一點可能要特別小心 那當然你想說 老師那如果我想要把它改成數字的話 那很簡單 在Excel裡面有一個叫Value函數 你在這個外面加一個Value 其實OK它就會幫你把這個資料轉換成為數字了 也就是103的文字 就變成103的數字 那可以看出來它一定會靠右對齊 有沒有 差別就馬上顯示出來 不過以這一題來看 其實它是103的文字或103的數字 其實對於樞紐分析表沒有影響 所以沒關係 我們就不一定要做 但如果你要練習你可以試做看看 再來的話就是把這個公式向下填滿 所以我會把游標移動到這個儲存格 右下角空點快點兩下 讓它自動填滿 那如果是錄製聚集的話 會錄一行程式 會用到一個方法叫AutoFill AutoFill就是自動幫我填到最底下了 那如果說我今天已經產生了這一個年的話 那接下來的話 如果假設我練習 我希望在這邊幫我產生一個樞紐分析表 我剛剛提到有這個欄位 就可以產生我們要的那個樞紐分析表 那如果你有樞紐分析表的話 那你要畫個圖就簡單了 所以它就是一個一個一個的關聯性 所以如果你沒有前面的自然沒有後面 如果有前面的你自然就可以往前推 所以第一個我們做出這個年 那如果你要產生那個樞紐分析表的話 很簡單嘛 油標放這邊插入樞紐分析表 然後呢 當然它會先問你說你這個範圍不OK 對不對 OK應該看起來沒錯啦 應該到F來沒錯 按確定 然後接下來的話我們就是怎麼樣 再來就是把什麼 把這個樞紐分析表它會顯示出來 然後我們用拖拉的方式 把這個地方把資料給拖拉過來 這個樞紐分析這個樞紐分析 那各位可以看到這個樞紐分析這個欄位部分的話 那當然第一個我要統計就是說年嘛 所以你可以看到這邊有沒有年的欄位 有 所以我們理論上可以先把年拖拉到列 當成主要分析的一個條件 OK好年 接下來的話呢 你可以看到它就自動幫我把這個標籤顯示 那它其實基本上就做了什麼 其實有點像移除重複 留下那個不重複的資料 那第二個的話呢 就把這個年再拖拉到值 那它做什麼呢 意思就是把有點像那個 就是把它統計出有點像conif 所以其實這個值背後做的動作 跟那個函數裡面的那個conif蠻像的 也就是說如果你不用樞紐分析表 你也可以自己在這邊做一個什麼 一個欄位 然後用移除重複 得到這一欄的資料 先移除重複 然後再利用conif去算出 那個欄位裡面總共出現104有幾個 conif得到結果其實也一樣會是687 那只是說因為樞紐分析表 它已經幫你做這個功能了 所以你其實拿了用就好了 你就不用說這麻煩 自己還要手動 有點像你開車 你現在應該不會想開手排車 為什麼 因為你有自排車很方便 OK好 類似的概念 那這樣的話呢 我們就產生我們要的這個表 不過它有個問題 理論上其實只要104到111 可是它奇幻莫名其妙多了兩筆 有沒有 而且這兩筆為什麼會出現在這邊 我不知道為什麼 可能是不是那個 台北市的公務人員是物質 還是怎麼樣 那當然理論上這個多的 應該把它拿掉 如果當然你這樣不顯示的話很簡單 在列標籤這邊有一個箭頭 把它打勾取消就可以了 那這個就篩選 篩選的話就是呢 你要顯示跟不顯示 當然其實除了說打勾之外 其他還有什麼呢 你可以等於不等於 或者各種方式篩選 不過我們不要弄那麼複雜 我們只要把打勾取消按確定 那留下來的就會是我們要的結果了 那待會的話呢 那如果我要再繪製一個樞紐分析圖 那就簡單的 ok 所以 好啊這個有了之後 接下來呢 我們再找到什麼 找到那個樞紐分析 這個我翻到這邊 接下來的話 我就找到那個樞紐分析 上方這邊有一個叫樞紐分析表分析 那你會發現這邊就會有一個功能就是樞紐分析圖 ok 那其實就是利用它怎麼樣 再繪製一個圖就可以了 那假如說我今天希望把它擺在這個D2這邊 當成它座標開始 然後延伸出去 假設10欄然後20列好了 放這裡 那以前的做法是直接呢 游標先放在樞紐分析表這個區域裡面 接下來的話利用樞紐分析表 樞紐分析圖跟這樣 ok 然後呢 一樣啦 拿一種圖跟他講一下 我希望幫我繪製的是折線圖 並且是有節點 就是有資料標記的這個 有資料標記的折線圖 然後按下確定 ok 這樣的話呢 我們就繪製出來 最後的話其實就是搬位置 比如說把它放在D2這個 這個端點上面 這座標就在這裡 然後欄寬多寬呢 大概就10欄 大概到M吧 ok 然後20列的話呢 大概到底下這邊 應該21吧 應該前面有空一個 好 這樣的話呢 基本上我們就完成第一階段 產生一個樞紐分析圖 那最後的話呢 其實就去掉兩個東西 去掉這一個 這個圖地其實不需要 這有點多餘 這個 放這裡什麼意思 所以這個把它delete掉 另外的話呢 把這個東西 這個叫它的title 它的標題 把它變更一下 那一般習慣是這邊點 把那幾個字啊 我給它取一個名稱叫做 歷年竊道折線圖 類似長這樣子 然後呢把它填到這個裡面來 把它貼上好了 ok 然後呢 再來我變更它的字的大小 所以呢 我常用裡面的這個字大小變20好了 然後紅色的字 然後加粗體 ok 所以基本上的話呢 這樣就完成title部分 所以20 紅色的字 粗體 ok 然後把它變成這樣子 再來這個拿掉 那這個的話就是圖例 圖例如果你要拿掉的話 很簡單 先點它一下 然後按delete ok 這樣子的話呢 就完成 不過剛剛的動作呢 基本上都是手動的 那如果我希望把它變成一個全自動的 ok 所以剛剛的動作 如果假設你每天可能都會做一遍以上的話 那就有必要把它變成一個程式 可是問題要怎麼樣把它變成程式 這一件事情的話 待會我們再來看 做完的話理論上我們會得到的至少第一個 這個地方就是它原始資料 然後多了一個欄位 所以我們剛剛是新增一個叫年的欄位 然後並且用labs函數 幫我取得我要的資料 向下填滿 那第二個的話呢 就利用插入樞紐分析表 產生這一個表 並且呢 把102跟103隱藏起來 然後呢 並且再利用樞紐分析圖 繪製出這個圖形出來 當然最後了 底下的這個工作表名稱 它叫做什麼 工作表1 所以我乾脆把這個名稱 順手把它改成跟上面一樣 把它複製貼過來也可以 然後呢 並且把這個 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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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表名稱 乾脆把它改成叫資料好了 因為它這個 它的工作表名稱太長了 所以我把它改一下 叫資料 這個有點像 rolldata 或者你打個data也可以 ok 好 那這樣的話 我們就完成了第一階段 然後 然後 待會我們再往前推進 所以我們已經手動做了 可是這件事情 假如說 每天都要來一遍 最好就是 可以把它變成什麼 自動爬下來 好 然後呢 自動呢 產生樞紐分析圖 自動產生樞紐分析表 那這樣的話 做起勢來 感覺就會更 更不一樣 自動化 那當然相對做起勢來 也會蠻愉快的 所以有時候會寫成事主要也是 有那麼一點樂趣 再加上有那麼一點成就感 那當然你做的事情越複雜 成就感當然越大 ok 那請各位先練習看看 那待會的話呢 我們再來看其他的部分